大家好 今天要和小明分享的话题是 晚上9点 美光锯牌孔昭重创 蔡兵霍如荣得利 中国锯牌争冠体数 今天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世界锯牌临赛的最新消息 作者周知啊 目前中国锯牌已经抵达 保加利亚准备参加 第三周的司令赛 根据最新 赛程安排 第三周的司令赛 将会在6月28日至7月3日进行 中国锯牌 在6月28日 20欧底将会迎来 第三周比赛的首个对手 那就是迎战强大的巴西女排 很多球迷啊 也期待着中国锯牌 能够取得优秀的成绩 那么现在啊 中国锯牌排在积分榜的第6名 拿到啊 16个积分 在小组赛接弹 只要能够锁定请8名的席位 就可以打入决赛餐 那么对于中国锯牌而言啊 如果说能够去冲击 总冠军的话 应该是所有锯牌球迷啊 希望看到的事情 传心的中国锯牌 也需要优秀的成绩啊 具有强心增 那么谈到本次四年赛 中国锯牌 最大的三个竞争对手啊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美国锯牌 巴西锯牌 日本锯牌 虽然说 日本锯牌目前排在防守的位置 但是 毕竟日本锯牌 是亚洲球队 那么中国锯牌 对阵日本锯牌啊 拥有深高的优势 虽然说 在前面中国锯牌 一比三 不敌日本锯牌 但是我们还是 拿下了一举的胜利 说明中国锯牌 对阵日本锯牌 依然有 取胜的机会 那么 中国锯牌 对阵美国锯牌啊 当时是 惨遭 很少 说明美国锯牌的 整体实力啊 非常的强劲 如果说美国锯牌 以完整体的阵容 对阵中国锯牌的话 那么中国锯牌 想要取胜啊 难度非常大 那么然后 在近期晚上九点左右啊 根据美国锯牌 方面啊 以示传出一条坏消息 很有可能啊 会遭入到重创 那么根据媒体消息啊 美国锯牌 在第二周的 收管直战上面 对阵太国锯牌 那么当时呢 美国锯牌的队长啊 在赛场上面 做出了歧视 亚洲球员的动作 那么这个争议动作啊 被现场的镜头捕捉到 那么现在这件事情 在网络上面 此处发酵 很多球迷 建议太国锯牌啊 状告美国锯牌的 错误行为 然后呢 要求啊 国际牌龄啊 出手 嬴惩 重罚美国锯牌 甚至有球迷认为啊 根据之前的官吏 美国锯牌的队长啊 很有可能 会受到啊 停赛罚款的处罚 如果说 一斤查实的话 那么美国锯牌的 错误行为啊 恐怕 难以逃脱 重罚 那么到时候啊 美国锯牌 不但会趋兴 审兵折将的情况 而且啊 很有可能整体 士气啊 会遭受重重的打击 那么到时候啊 如果说美国锯牌的 成绩 趋兴急剧下滑的话 那么对于 蔡平指导人啊 很有可能会 如往得利 因为啊 中国锯牌 要想 冲击冠军了 那么美国锯牌 无疑是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么因此啊 中国锯牌 不但要做好啊 这个自身的能力提升 同时呢 如果说美国锯牌方面 遭入到重创的话 对于中国锯牌而赢了 冲击冠军呢 也会加倍提速 当然了 作为一名敌信的球迷 我们还是应该将目光啊 锁定在中国锯牌的身上 那么接下来啊 中国锯牌将会迎战 巴西锯牌 波兰锯牌 多米尼加恩锯牌 以及韩国锯牌 我个人认为啊 这四场比赛 中国锯牌 要尽力争取啊 大获传胜 只有这样啊 那么进入决赛川之后啊 中国锯牌才有更大的机会啊 去争夺冠军 大家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